大家好 这次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很自然的卷发造型 掌握这种卷发方式之后 还可以继续在它的基础上变换其他的造型 例如丸子头 马尾 或者其他盘发等等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使用一把梳子把头发梳顺 这里我使用的是The Wet Brush 接下来给头发分区是很重要的一步 用手指从耳朵上方的位置开始 滑至脑袋后方直至两只手指相遇 把上半部分的头发盘起来 用一个大夹子夹住 下半部分的头发分成左右两部分 在卷发之前使用防热喷雾均匀奔在头发上 这样能更好地保护头发 我自己总结出 用来确定卷发棒方向的方法 就是卷发棒的夹子在外时 则是向外卷 在里面时则是向你卷 这里一层的头发 全部往远离眼夹的方向卷 那么只要打开夹子 把夹子朝外 把头发夹在夹子和卷发棒中间 一发根10公分左右的位置 然后夹住头发 把卷发棒往外翻转 一边卷一边一点一点的松开夹子 同时把卷发棒往下拉 拉的过程中把卷好的头发松开 如果你的发质比较好 或者头发比较难烫卷 那么可以让卷发棒停留长一些时间 通常我们的发围部分都会比较酷 所以发围的部分稍微卷一下就好 另一边也去重复同样的步骤 接下来把上半部分头发放下来 从额头两侧眼尾对应的位置开始分区 同样分成左右两边 但是每边分成前后两个区 前面的区域往外转 后面的区域往里转 转的时候重复之前的步骤即可 注意在往里转的时候 把夹子朝里放 卷发棒朝外 夹住头发之后 把卷发棒往靠近脸颊的方向 旋转即可 最后一层头发是最外面的头发 所以这部分头发的卷度 需要更明显一些 同样分成左右两边 用梳子稍微疏顺一下 和之前一样喷上防热喷雾 每边分成前中后三个区域 前面和中间的区域往外 即远离脸上的方向卷 后面的区域往内卷 方法和接线相同 这种区域往外卷 会尽量就像不一样 对方那样的区域往内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卷好的头发还有热度时 让它保持圆状不要轻易挪动 否则卷度肯定会发生变化 等待一段时间 确定所有头发都冷却之后 用手指把头发疏松 检查一下有哪些地方还不够卷的 再重新卷一次 我喜欢在造型前 把头发按照平时分边的反方向分 最后再把头发分回来 这样会让头发更蓬松一些 为了让头发看起来更有光泽 可以适当的抹上少许美发精油 为了让头顶的头发更蓬松一些 这里我使用一把卷筒书 把吹风机调到低档 用卷筒书压住头发轻轻向上拱 同时用吹风机加热 吹完后等头发稍微冷却一会儿 再把卷筒书拿开 头发更多的一边 可以用手指把头顶的头发拱起 再用吹风机加热 同样要等头发冷却后再把手拿开 最后稍微整理一下头发 如果当天需要出门很长时间的 可以选择喷一些定型发胶 不过记得当天要洗头哦 那么很自然的卷筒就这样完成啦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有不理解的地方 可以在新浪微博给我留言 我会尽量回复大家 谢谢观看 再见 再见